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十点八道一点 由于序替各位作为看盘解盘的服务 在节目开始 首先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认为不正常的情况 开始在昨天慢慢的逐步降温 慢慢的要恢复正常的情况 正常的现象 昨天的倒球 虽然盘中有上涨到千点 可是你看收盘 开始回到什么 涨495点 它那个不理性的 不管是极度乐观的蜂拥而至的买盘 或者是之前几天的悲观的情绪 不断地往下修正的一个卖盘 逐步做降温 这是我要跟投资朋友一开始的时候 跟投资朋友恭喜 为什么 只要在正常情况之下 路况的方向就会越来越明显 只要不正常的情形 我是建议多看扫作 我是建议多看扫作 但是呢 交易时间长长久久 不正常的情况 占正常的情况 只不过是一小段时间而已 未来 在正常情况之下 没有人工盘的干扰的因素之下 没有恐慌或是极度乐观的情绪干扰的情况之下 未来 我们随时就会带我的会员进场 普通会员两档股票 我们来考虑 要不要再做一个加码动作 另外资金转到新的股票里面 这是跟投资朋友报告的 恭喜各位投资朋友 在这个不正常的行情 慢慢地逐渐淡化情况之下 未来非常有机会 整个交易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做个风险评估 行情路况跟风险评估 是你股票跟现金的比重 在交易制度上 难免会遇到超乎你所预判的行情 可是重点是 你也没有办法事先做一个什么 交易的 交易风险的评估 未来 我们的股票要做加码 还是上去之后 先做一个短多 然后做一个减码 回头再买回来 这个区间操作或是改成波段操作 全部取决于在筹码 所以等一下我会跟投资朋友讲筹码 那在讲风险评估之外 再提醒各位投资朋友一件事情 恭喜各位投资朋友 行情路况 我之前跟投资朋友报告的 开始会做一个U字型的打底 经济的状况 经济数据也会成U字型的一个打底 慢慢的跑步上去 你都会 未来都有很充裕的时间 可以去做一个什么 可以的交易动作 我讲U字型 不是讲B转 很多人跟你讲一下B转 很多人跟你讲B转 为什么 他才G电嘛 老双反转 他跟你讲B转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这是U字型的反弹 大盘也是U字型的反弹 很多时间 你可以从容不过进场布局 不用去抢 千万不要去抢 但什么时候 出现行情一个方向的时候 我们骗过都操作 就可以准备进场了 好 这是目前大盘的方式 大盘的方向 短时间我看到人进度是这样 好 那另外我要再提醒 各位投资朋友 要了解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你要放在心上 今天是3月26号 即将迈入4月份 我再提醒你 投资朋友一个状况 好 我应该是市场唯一 公开跟投资朋友报告 你要留意以下我说的情况 这是变数 今年的操作变数非常大 你必须所有都要通盘考量 好 什么变数 假设疫情在6月 见到高峰 有效的去做一个掌控 那当然就不会有所谓的情绪化 不合理的现象 对不对 那大家会跟你讲 大家在focus在一件事情 6月份疫情受到有效的掌控 高峰在6月见到相对的高点 然后告诉你股票市场就要大喷特喷 你看到的百分之99.9都是这个论点 对不对 因为大家现在焦点关注在这个疫情 确诊人数什么时候见到高峰 美国确诊人数什么时候 我告诉投资朋友 那个不会是现在我们要考量的重点 因为它不是我们分析师 可以分析得到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观察一件事情 但当这个疫情的利空逐渐说淡化 未来有没有可能 有其他利空有变数会出现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在3月26号 12点半到1点这个节目 我首先跟投资朋友说明 小心6月份 我们沉寂已久的中美贸易战 要留意会不会重新开打 这是未来的变数 要小心6月份疫情高峰过去之后 中美贸易战会不会重新开打 再讲第三遍 6月份疫情高峰过了之后 股票市场上不会大喷特喷 因为你必须留意中美贸易战 6月份会不会重新开打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还有很多时间 一无事情的整理 你有机会做股票 不要急了一死 这次就是我们在交易市场上面 要风险评估 如果我今天想要 要请你参加会员 我一直跟你讲绩效就好了 谁要跟你讲风险评估 跟你讲风险评估代表一件意识 你搞不好就不想做股票了 甚至你看我的节目 连看都不想看 因为什么 因为我每天都跟你讲风险评估 你又中不到钱 可是事实上你要成为赢家 你必须要看我的节目 因为我会告诉你 我看到的风险在哪里 我看到风险在哪里 有风险评估 再有资金效率 再有危机处理 今年全部在这三个轮回里面 去做轮回 如果你今天没有做好风险评估 又没有资金效率 遇到危机处理的时候 你又没办法做危机处理 坦白讲 这是交易人生的无间地狱 可是如果你做好了风险评估 你自然在危机处理的时候 你会有从容不迫的条件 可以危机处理 党掌握机会的时候 切入有机会的股票 你的资金效率会提升 这个对你来说 就不会是无间地狱 这对你来说就是什么 财富重分配的时间点 首先风险评估 第二 行情路况 群市长在这里报告 六月份行情 疫情见到高点 高风潮过后 股票会大噴噴噴噴 我跟投资朋友说 不会必行反转 小心六月份 这是第一次3月26号 应该是率先给你报告这件事情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 当然是偏多操作 所以要不要几到一时 全部子弹打光不需要 全部子弹打光不需要 这是我跟投资朋友报告的 一旦我知道交易山路 也许在四月份就出现了 有机会往上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们剩下的子弹 都是先打满的 重压一路赚到六月份再说了 一路赚到六月份再说了 这是我的规划 但是事先 我一定会随时保持警戒心 这个风险评估 六月份或不由中美贸易战争出现 对不对 这是中期的 我认为的风险 短期如果有机会 当然待会儿再好好重压赚一波 重压是什么 普通汇业量 两档股票真叫一档股票 原本的两档股票 有没有机会重新再进场去做什么 加码的动作 这次全部都在资金效率里面 去做一个评估 投资朋友 来 鸿海 讲细部筹码 融资与额在相对的低档 这边是七万多张 这边是三万多张 投资朋友来看一下 四万一千张 总共减了三万张 可是投资朋友 外资连续开单卖超之后 来 我说最后法人都会买回来 都会开单买回来 正规君的法人一定会买回来 所以不需要杀低 不需要杀低 长坡段绝对看好鸿海 我敢这么说 为什么 丑马的因素 不是我一厢情愿 认为鸿海一定要涨 不 不是这样的 那不然外资怎么会慢慢的 由卖超 长成连续两天买超 而且重点是 这是整体外资 如果你看细部外资的动态 这两天谁在买它 台湾汇立证券 在之前跟瑞士信贷 几乎是轮流建厂布局鸿海的 一个波段性 具有关键力量的外资系统 这边 这边一直一直在买 投资朋友 台湾汇立证券昨天 买超张数是2788张 2788张 大同摩根大通 昨天有从卖超转成买超 买超1085张 高盛我们就不要谈它了 所以他昨天买超前三米是1073张 可是他不具惯性影响力的外资 那昨天谁在卖 摩根斯坦利 他只卖多少 卖524张 洪汉有没有机会找 全部看外资系统 而且客厅外资力量 懂不懂得分辨 筹码 绝对会影响到你现在手中的股票 哪些是具有未来有拖断的机会 哪些具有什么 短线你要准备要逃跑的机会 等一下我一一解释 什么叫做有哪些股票 是具有短线的机会 你要必须逃跑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先讲我会员持股 必须交代会员持股 我不会因为跌或是涨 就不交代会员持股 尤其我的股票涨上去 我都很少去交代 我的股票跌下来 我带会员做的股票跌下来 我一定会每天讲 为什么 我会讲我的看法 不会只报喜不报忧 加联益我认为外资会开单买回来 投资朋友看到没有 外资其实卖超的力量很少 融资又在于低档 谁在买 广告之后 进去跟投资朋友 讲细部动态筹码的看法 谢谢大家 以天家屠龙 刀镇何必 力上加力 号令古灵 神与真风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武大师 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 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金码专案 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以天家屠龙 刀镇何必 力上加力 号令古灵 神与真风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武大师 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 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金码专案 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以天家屠龙 刀镇何必 力上加力 号令古灵 神与真风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武大师 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 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金码专案 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收获现场拍照 录影五人则 收获发生 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等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揭露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 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 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台股直播室 以下的节目 我开始会讲 细部动态筹码 我的看法 如果有讲到 手中的会员 你手中的股票 当然你会知道我的看法 非会员的观众朋友 或许我等一下讲的 接下来讲的股票 是你手中刚好有的 不妨你听听看 我对于筹码的看法 提供给你在一个 什么时候该做短线 什么时候该做 波段的一个什么 建议 那我必须把前提 讲到前面 对错不是违续老师说的算 是由筹码来决定 行情的对错 是由谁来决定的 也不是违续老师说的算 是由市场上来做决定的 股票市场上就是这样 尽可能保持客观 保持理性 去做会的交易动作 好 赶快时间拉回来 会员持股 加联益今天 涨了1.96% 为什么涨 之前不杀低原因 当然我当然会要很清楚 筹码的一个变化 外资对他琢磨 慢慢的做加温 你会说 之前外资买这么多叠下来 这叠下来没有办法 因为是什么 政府要做现空进空力 融资多杀多 看到没有 融资多杀多砍下来的 那外资势必也要做一个动作 但是外资便没有出现一个什么 集体大卖操一个动作 反而整体外资在这两天 基本上在做一个什么 逢低做加码的动作 逢低做加码哪些外资 跟同事朋友报告 台湾摩根什坦利 以及新加坡瑞瘾 那谁在卖 逆支 依照昨天的筹码分布来说 元大是卖超第一名的 是卖超第一名的 所以呢 散户的筹码接到外资手上 这就是我跟同事朋友报告 未来我们会员手中的持股 两档股票 都有人会进来 不管是法人正规君的开单买他 还是有现在我要讲的 周美金 还没有喷上去哦 先给你讲 每天都给你报告 还是什么 正规君在卖他 外资连续开单卖他 包含投信也在开单卖他 那为什么他筹码好 为什么他筹码好 这就是关键 正规君在做一个卖超的动作的情况之下 正规君包含了法人以及投信 那为什么说他筹码好 是因为内支系统非正规君的 居然进场这几天进场 积极去做个布局 这阵子机场进行做个布局 在昨天 凯基母家券商 站在买超第一名 惠利证券是卖超第一名 但是呢 很吊诡的你要发现一件事情 惠利证券外资系统跟投信 其实一直想要出调 中美金想要压低股价 可是就是有内支系统的力量 进场去做一个逢低成绩 他没有逢高去做一个追价 但是他是拉回去做一个成绩 这就是你要值得留意的地方 筹码的变化 到底是正规君的力量主导 还是非正规君的力量主导 任何的个股都不太一样 中美金就是如此 就是如此 他是内支系统主要在空盘的部分 好 接下来 国具啊 投信啊 卖得差不多了 外资有买有卖 到底国具来说 筹码的动作是开始有波段的 还是短线上必须还是高出低进 高出低进做价差呢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以筹码的角度来说 在昨天外资是卖超 外资的动作其实并不大 投信的动作卖超力道降低 感觉上好像开始要展开个波段 你现在不买就喷上去了 对不对 感觉上是这样 投信卖超力道降低 外资对于他的持股调节是中性的 所以只要外资随便一点火头性 由卖超变成买超 股价就要一飞冲天 这是大多数人对于目前来说 国具的筹码的看法 可是我要提醒投资朋友 不要以为外资没什么太大动作 我认为短期之间它不会一飞冲天 它必须做一个整理 很大原因是来自于哪里 昨天买超第一名的是谁 美龄正确 美龄喜欢做短线 甚至做当中 以常态的追筹码的经验值来说 我很不客气的说一句话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 可是只要美龄证券有切入的公司 基本上它都不会马上喷出 都在做短线 我跟大通昨天也在卖超国具 你会发现波段型的外资系统的力量 在卖超国具 在调节国具 短线的外资美龄 如同美龄正确这样的一个外资 在里面做一个什么 高出低进 上下其手 这个部分 跟投资朋友特别说明 这件事情的筹码变化 那我们来看PA族群 大家要想说那我来看文帽 文帽其实也是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关键 投资这里这四天积极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布局哦 从327块PAT杀一段平台 整理又收到大盘这个所谓的什么 进空限空令 然后再多一个要互盘 所有人都觉得可以买到底点 结果当天又混在跟点滴板 几乎砍在最低点 你看龙之是不是这样 然后开始做一个什么反弹 看到投资朋友 龙之刚好砍到低点 反弹之后赶快再人跑 又再跑 但是他连续几天涨 一二三四 文帽值不值得你去留意 他做短线 还是开始有波段的筹码 在聚集 在集合章当中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您看到的是什么 您看到这龙之往下跳 外资 其实动作并不积极 可是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以他的筹码来讲 你的角度来说 他是正规军的摩根大宗进场 做布局之外 而且国内的俊商 非正规军的 这几天也进场敲单子 敲得还蛮多的 这个就可以观察 他是不是具有波段上涨的条件 我刚刚说的国具 每龄进场去做 你不用再期待 他会马上做一个V转喷出 这个就是提醒你 筹码非常重要 文帽是如此 文帽你还在回头看一件事情 毛利率有没有跳升 这是我一直在关注的 你把2008年第一季 24.96%跳到33.98% 第四季跳到44.21% 今年第一季 如果逐季做成长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他觉得具有机会 文帽你要关键的两个部分 动态筹码以及他的毛利率 这很重要 这是在文帽这个部分 这边投资朋友报告 那有些投资朋友说 除了文帽之外 最近很夯的什么 记忆体 记忆体 我们当然一定要看 第一个 旺宏 你看 震荡这么的剧烈 旺宏震荡这么剧烈 到底筹码面怎么说 比较好 他到底是波段 还是内支系统 说外支看外支系统 还是看内支系统 来跟投资朋友报告 农资与额当然在低档 非常好 至少 他在低档非常好 讲到这个其实有点难过 大多数人都希望农资在低档 股票还赶紧 包含大盘也是 杀完农资才急速反弹签点 可是讲到这个就难过了 代表很多人输钱 代表很多人被迫砍仓 好 农资在低档 我把农资这个缩小 因为讲到这个农资 最近大家心情都不好 尤其是做农资的投资朋友 下次记得不要做农资 好不好 投资朋友 听回去的建议 下次不要做农资 外资是买超 但是重点来自于 昨天外资是卖超前天是买超 重点来自于这家的公司 你要看是外资系统的力量 还是内资系统的力量 你看投资 卖昨天由卖转买 这个 万宏很抱歉 举例不是看投资跟外资 是看某一家内置系统的力量 甚至是某三家 不好意思点名这么清楚 你要做望红 已经有人掀卡位了 这个掀卡位的 我认为有机会 会从短波延伸一个长波 这个部分从这边有报告 节目快接近尾声了 我再提醒投资朋友 航情路况会从一个什么 U事情的反弹 开始做一个初步的一个状态 今天好消息是 开始有那个 不正常情况慢慢的降温了 未来随时都有机会爆发 但是你要留意六月份 中美贸易会不会重新再打 可是现在是要迈入四月份 所以你要把握机会 这两个月如果可以中到钱 尽可能多赚一点钱 风险评估评估好 危机处理 你自然可以得心应手 再来就是资金效率 投资朋友 交易三路 回去绝对 看得懂 这一月份如果可以带会员 赚到一波钱 我一定会好好的带会员 重新进展赚一波钱 不只反败为胜 而且要赢一场 应以为荣的战役 投资朋友 前一次 你没有避开风险 未来的风险 你也必须要跟着我 避开吧 但是在避开下这风险之前 这次机会 相当掌握得住 如果你想 欢迎你跟上我一句的车队 我是高尔去抓操作顺利 活力满满 身体健康 我们明天见 谢谢 可以判断 谁胜平忽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排在一起 10时钟 02-8773-8859 8773-8859 以天家屠龙 刀剑河壁 力上加力 号令古灵 神语争锋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武大师 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 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金码专案 现实 10时钟 02-8773-8859 8773-8859 以天家屠龙 刀剑河壁 力上加力 号令古灵 神语争锋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武大师 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 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金码专案 现实 10时钟 02-8773-8859 8773-8859 2週 пес 3 5 6 9 7 9 10 11 10 9